侦探唐仁杰到镇江都来打过卡的这条河豚 咱大浪今天也来试试 朋友们大家好 我请大浪 那么到了镇江一定要吃面嘛 锅盖面 对吧 啥意思 东哥东哥 吃什么面吃什么面 今天带你改善一下伙食 嗯 还这个好事啊 这家 对 河豚 镇江没白来 这个还蛮喜庆的嘛 对 就是冲着他来的 128两条 这个价格还是合适的 这条好 盯着我看干嘛 看什么看 一会儿都吃了你 哦呦 开始鼓起来了 嘴巴一张一张了 这个球好大 它这可能也是一种防护错识吧 这个造型还是蛮可爱的 呵呵呵 河豚鱼的肉质呢 就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它比较紧实 带一点点唐仁 镇江洋草烧何可人请来呦 它是在咕咕咕咕咕毛子泡呢 河豚啊 醉是好东西 养味又美颜 这个皮一般人可能还真接受不了 刺多 咱先来一小口感受一下味道 嗯 满满的胶原蛋白 入口真的很肥美 如果有的朋友接受不了这种刺感 反过来包着一口吞 但我不怕 细嚼慢咽 才能品质味 羊草 无稀花的就是金花菜 每个地方谈法不一样 这口汤汁啊 真的蛮浓郁 味道又很鲜 吃河豚是种享受来着 今天是煎不起来了 原来开玩笑 宰杀河豚 你可要正的 吃正上岗 厨师先吃 现在人工养殖了 毒性没那么大 我自己感觉啊 河豚鱼的肉质还是蛮细腻的 微微一点点的甜口 河豚原来可不是个便宜的东西啊 有句话叫冰子吃河豚 现在的价格都下来了 今天我们两条128 配完米饭 俩人 没毛病了 这种汤泡饭 盖个三碗没毛病 为啥 好吃 专阅做鱼20年 你们俩人在点了份 这个叫水煮鱼 辣椒花椒 又麻又辣 这个水煮鱼 不用一滴水 全部是纯油 服务员人还说了 不长肉肉 很入味了 花椒微辣 一点点微咸 回口回甘 这个鱼肉啊 肯定是僵过的 很嫩 入口的感觉呢 就是那种微麻微辣 看着那么多辣椒 对我来讲不算辣 它里面就是个蜡烛 对吧 保温用的嘛 但是你别说 还在滋滋冒泡 保温效果还是有的 都说美食在街边巷尾 但实际上这种店铺 口感口味也不会差的 毕竟人专业20年 它家是个连锁店 环境 装修就不要说了 大店的一个标准 价格我个人感觉啊 对一个专业鱼状来讲 不算贵 但也谈不上便宜 中贵中取 河豚 水煮鱼 都满入味 锅里还有这么多鱼片呢 埋头苦吃起口 咱回见了您的